我是因為展示所以把東西集中在這邊 先有一個觀念 我們在做培養、我們在做液體取出來的時候 像這個東西一次就是20公升 這是次氯酸納 就是我們家裡洗衣服、漂白水 家裡洗衣服有兩種 一種是二氧、一個是含氯、漂白水 就是我們強強次氯酸納 一個是雙氧水系統的 那兩個都有它的危險性在 如果它兩個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效果比較好 你就會勾門而出 因為產生濾氣 你要玩 我教你我們到抽氣會玩 你可以玩 好 但是我不一定在現場監督 因為雙氧水跟二氧化、跟那個是很簡單可以拿到 你要幹壞事也可以 但是這很容易被做到 那另外這一桶是冰醋酸 冰醋酸是我們用來做另外的實驗的 那這我當時買的時候就買食品級的 因為買食品級的時候可以可以做 對不起 中小 我們把這個講 我們在剛剛休息 把這個示範完 可以做更多的用途 好 來 那這邊的話 我今天要開箱這一個 這是阿元珍藏的酒精 酒精 因為一陣子以前買的 那現在我開箱 我會先做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這個 來 特寫一下 它有一個紅色的框子把它封起來 好 這個是養成習慣 也就是說未來比較有危險性的東西 你必須再放一個不透水的塑膠籃 放到裡面去 萬一它流出來的時候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吃綠酸籃也是一樣 我們在用的時候可能放進去塑膠 或者另外拿一個箱子 對不起 假設我要分裝 我可能會放這樣子的一個籃子 放進去 萬一滴出來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滴到滴百 比較好收拾 萬一 假設說 等一下我今天我不示範冰醋酸 這一打開 可能它就整個散出去 那你說 教老師把冰醋酸跟 赤綠酸藍混在一起覺得怎麼樣 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有人在洗廁所的時候 先用鹽酸進去 刷刷刷 感覺不夠過癮 不夠乾淨 再加刷刷刷就多悶而出 遇到雙氧水遇到酸 它高度氧化還原之後 它會產生氯氣就整個都跑出去了 那今天我要用的是酒精 酒精的時候呢 酒精的話比較單純 來 我們影片先卡掉再一個